今天要跟大家讲 旧约生命纪 创出利民生 摩西五经第五卷就是生命纪 它跟民宿纪是很多重叠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看民宿纪一些 出埃及之后 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的事情 民宿纪记了很多 可是在这个生命纪就讲到了 他们原本走11天的道路 结果后来 我后来走了40年 今天要带大家看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是在第一章的一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 旧约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或者因为很多教会已经不讲旧约 圣经叫做圣经全书 圣经全书的意思就是说 旧约新约 它不能够只讲新约不讲旧约 现在的信徒基督徒 对于圣经一知半解 因为它没有旧约的根基 所以它没有那个底 它只有在上面建造 建基新约都讲恩典 讲主的爱 讲教会要传福音传福音 但是它没有根基 它前面的那些背景它不知道 来龙去脉整个圣经它不知道 它不知道的时候 光在上面建立什么恩典 什么爱 教会要宣教 要传福音 它没有那个底 它都很不稳 它遇到事情 它就会倒了 所以因此它很多事情 它没知 没有那个把握 那个确据 从创世纪一直以来到那个时候 它没有经过一些 李瑟列的历史的时候 它不知道 看不到人性里面那样的一个真实 它看不到那个世代的变迁 所以因此它遇到事情的时候 大部分都围绕在自己 在信仰当中跟神脱节 虽然都在祷告 虽然都讲恩典 都讲主爱 可是很不实际 因此旧约一直延伸过来的时候 这表示教会已经没有那个时间 都是在讲快速 可是建造出来的信徒 根基没有很稳 所以因此我为什么会讲 旧约非常重要 虽然现在是新约时代 可是你如果不知道旧约 其实对你的影响 少了很多的一些丰盛的 一些宝贝在里面 都是片断的 它是不够 我们来看以下所记的是摩西 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苏佛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巴兰 陀佛 拉班 哈喜路 底沙哈中间 像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河列山 从河列山经过西尔山 到加蒂斯巴尼亚 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照耶和华 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都小遇他们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 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红 和住以德莱 亚斯塔路的巴山王二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 讲律法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上帝 在河列山 神的山 小遇我们说 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 够了 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 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亚拉巴山地 高原南地 连海一带 迦南人的地 并蒂巴嫩山 又到柏拉大河 如今我将这地 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所以我们说 要进迦南 进迦南 讲的就是这个 结果摩西到临终 他看得到 他没进去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顺服神的话 神叫他吩咐盘石出水 结果他生气了 拿起杖挤打盘石出水 所以神不高兴这个事情 所以因此你看 在旧约我们看到了 那么严厉 神是非常严厉 那严厉的意思就是说 我吩咐你这样 你没有照着做 他那个后果他要承担 到了新约 我们都讲是恩典时代 恩典时代 已经看不到神那么严厉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神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虽然他这个爱 可是旧约的时候 那个严厉也是他的爱 只是他表达出来的方式 在旧约的时候不一样 他是神权的时代 直接管理 到了立王以后 人在管的时候 乱七八糟 一直到了现在 主耶稣来了以后 恩典时代来 不代表神的公义就不见了 不代表神的律法就废去了 因为他说天地都过去了 神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他是叫我们 不是守律法的条纹 他乃是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行 什么不可以行 什么是讨神喜悦 什么不讨的神喜悦 以至于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效法耶稣 批代耶稣基督 因此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律法的本质没有变 神讨厌的事情还是讨厌 神不喜悦的事情还是不喜悦 神会生气的事情还是生气 只是到了新约以后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 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有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可以一次又一次胜过 就越来越像耶稣 是这样哦 大家不要误会了 旧约过去了都过去 所以你不知道旧约那些 神不喜欢的东西 那你怎么到新约 你怎么样子可以 那就是一方面又照自己的意思 一方面又觉得 就是耶稣有恩典 又觉得赦免又怎样 都看得太chip了 看得太廉价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 那么摇摆 没办法那么稳固 这是教会的责任 他并没有在教会里面 被好好的教导 没有好好的把这些看中 当你看中什么 你就会做什么 你不看中什么 那个地方就一定是你的弱像 所以因此他就在这里讲到了 他们要进迦南之前 原本走十一天的路的 结果他们走了四十年 那要起行就转到哪里 然后如今我将这摆在你们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为业 就是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 启示应许所赐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最吸引我的一节经文的一句话 就是在第六节 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压地 讲律法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小域 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怎么样 够了 什么叫做这日子够了 够多了 够长了 已经够久了 是时候了 可以出来了 可以往前走了 这个意思是这样 第一章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一节 他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经过旷野 一共四十年 他们在旷野流浪的生活 三十八年后的一个新的开端 就是在生命纪第一章一节到三章十一节那里 四十年日子 他们经过了三十八年以后 他原本只要走十一天 不是十一年 结果他走了四十年 一章一节到三章十一节讲的是 第三十八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了三十八年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向着迦南地前去了 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看 此后我们转回从鸿海的路上 鸿海又叫做阿卡巴湾 现在的名字叫阿卡巴湾 从鸿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赵耶娃所吩咐我的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刚才我们讲和列山是神的山 讲到西尔山的时候 它不是指特定的一个山 它是讲西尔那个地方 那个地区的一个群山 那一带的地方 西尔那一带的地方的山 他就统称叫做西尔山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的许多日子 耶娃对我说 对摩西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怎么样 够了 刚才在和列山他这样说 到了西尔山这里 他又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 要怎么样 转向北去 从哪里转向 就是从死海的那边 要往北走 所以真正的 要开始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 你吩咐百姓说 你们弟兄姨嫂的子孙 住在西尔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姨嫂的子孙就叫做乙东人 乙东人住的地方叫乙东地 神吩咐你们的弟兄姨嫂的子孙 住在西尔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你们现在开始往北走的时候 你们会经过 可是经过的时候 他们会怕你们 为什么会怕他们 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那在周边都知道 所以以前古代的时候的人 对那个神明 我会很怕 他们是真的很害怕 所以因此他们听说 以色列有个耶和华神 那是大而可畏的神 很厉害 所以他们会畏惧 所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会怕 这是这里讲的惧怕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们的地连脚掌可大之处 我都不给你们 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 所以在明书记二十章的时候 以色列人曾经经过以东地 以东地的王 没有同意他们经过 他们去拜托 以色列人经过说 拜托让我们过去 因为以前我们的列祖都是兄弟 他是以扫跟雅各 那所以他们兄弟你让我过去一下 我们不会拿你们东西 也不会对你们怎样 我们就是让我走过去过境 那我过境就好 以东华没有同意 就他反而列阵 就好像要打他们 可是因为神有吩咐摩西 所以摩西在明书记二十章 他就绕行就走了 没有打他们 也没有跟他们吵 也没有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这里讲 你们要分外谨慎 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 所以表示说以色列人那时候是听神的话 神给了谁就是给了谁 所以看到神的信实直到万代 就是从他答应以扫说 你的后裔子孙我会照顾 他会照顾一直到了都已经几代 连以色列人神的选民 神都说你不可以去对他们怎样 他们就算他们怕你 你也不可以对他们伸手 你看这个神的这个应许 这种宝藏很在意 他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以色列人都不敢 摩西都不敢去说 你怕我不让我过是不是 我就杀你们 他没有 你就看他乖乖的绕道 为什么 因为一个原因叫做 神已经吩咐不可以 那是我赐给他们的地方 你不可以去动他们 不要去骚扰他们 也不要打击他们 他就乖乖的绕道而行 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 你说没有帮助 有帮助 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第六节他就说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 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以自服于你 你走这大旷野 他都知道 这四十年 耶和华你的神 长与你同在 故此你怎么样 义无所缺 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 我常常会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大概就是 我在服事里面 信仰当中 对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为什么你说 这旧约光听到地名 我都已经一个头两个 打来弄去 各位 要从这些当中 看到属灵的原则 看到认识我们的神 祂是怎样的神 第三 看到我们在祂的面前 应该存什么心 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样 看得到的 你不要想说 几千年前的事情 跟我是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那个乙东人 跟我没有关系 不是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不能挑着来 你不能信约看一下 很有恩典 一天到晚看恩典 但你对神的认识 就只有瞎子摸像 摸到这个就说是这个 摸到那个就是那个 这不完全 不完整 所以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什么呢 当他们从第38年 开始要走新的日子的时候 耶和华吩咐摩西 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时候要转回 从荒海路上往旷野去 照我吩咐的 他说我们在西尔山绕行 许多日子 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丘陵地带 耶和华吩咐他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们要开始走了 像湿海的东部 看那个地图的话 你们可以对照看 像湿海东部的雅嫩河 北上绕过乙东 乙东是乙嫂的子孙 绕过摩亚 绕过雅门 为什么呢 他们不碰这三个族 其他的族他打 可是就这三个族 他遇到的时候 经过他们的地方 他就是没打 为什么没打 乙东是乙嫂的后裔 神有答应过乙嫂 不会碰他的后裔 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碰他 就没有去打 没有对他们怎样 亚门跟摩亚 摩亚跟亚门是谁的后裔呢 他是罗德的后裔 罗德是谁 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 所以神也有说 你的后裔 我不会动你 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 是他的朋友 圣经讲他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侄儿 曾经他们在争地的时候 要分地的时候 要分开的时候 他说你往东 我就往西 你往北 我就往南 那时候你看吧 随便你看 你要挑 你随便挑 那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 很宽广的心 但是我侄儿 是我后辈 你胆子那么大 敢对我 你这么忤逆 你都没有尊敬长辈 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 你看吧 这里 在你眼前 你往哪里 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 你先挑 你先挑 那大家都知道 先挑的 先挑先贏 先挑 我当然挑好的 就没想到 后来挑到的 他看了很好 很肥沃 结果却是哪里 索多玛 尔摩拉 后来被灭 你想想看 这人有多厉害 就你要挑好的 什么都要好的 你永远不知道 后来那个 你认为的好 成为你的绊脚石 成为你的瓦罗 成为你灭亡的一个地方 谁知道 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人的心要学习宽 不要那么窄 不要只是占便宜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先自己想的东西 会不会是有一天 他会成为你的网罗 你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在神的面前 什么倚靠神 仰望神 如果神给我我就要 如果不是神给我的 我就不用多想 我一定要非要得到 非要怎样 我告诉你 往往得到了 后来你后悔的不得了 这就是人里面 会发生的事情 还不是只有旧约 到现代才是一样 所以因此信告神的人 就是交托 看神给我什么就什么 所以因此你看到 以色列人 他们经过以东 摩拉 亚门 他不会碰他们 他们就绕得走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说你们绕行 这山的日子够了 讲这话的时候 他怎么样子开始绕行 因为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 他们绕这些日子之前 在加迪斯巴尼亚那个地方 叫巴南的旷野 他有一个叫做十二个探子 进去先探 看一下那里怎样 然后他们出来了 四个都说 那亚纳族 我们就像在他面前 像炸猛一样 那么小的 他们好巨大 他们害怕 约书亚说 没有 神要带我们去得违业 那我们就去 然后流乃雨蜜之地 是非常美好的 因着他们不信 神说我带你们进去 可是他们这样讲 害怕 然后又这个那个 讲这些不能 看起来是他们胆怯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不信 在神的面前 不信是一个大罪 所以到了现在 我们都讲正面了 可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是不相信 如果你认识旧约的话 你就会知道 原来不相信是一个罪 得罪神 非常得罪神 不是一般得罪 是非常得罪 所以会在旷野绕行 多数因为他们不信 神生气以后就说 你们这一代进不去 不让你们进去 不信是不是 这一代都不要进去 所以他们那一代 一直到旧的那个世代 全部死了 40年之后 他们新的一代 约书亚带进去了 12个探子 约书亚相信 就说 虽然他们看起来这样 但是流难与弼 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叫神的吩咐 我们要进去 当然要进去 可是其他使用说 不行了 那养了 害怕 结果后来神 你们这一代不用进 所以约书亚把新的世代 带进去 神真的是在我们新约 就说 那是恩典 哪有 你不合神的心意 神的本质没有变 不要忘了 神祂是什么样的神 祂昨日今日到永远 祂都没有变过 那怎么会到了新约 祂就变了 祂没有变 只是祂不再用 旧约神权时代那样 祂到了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 祂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里面 内住在我们里面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那活着的力量从哪里来 就是从圣灵降临 浇灌在我们里面以后 常常浇灌 常常带领给我们力量 我们靠着这力量往前走 是这样 越活越像耶稣 是这样 当神对摩西说的时候 第四节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分外谨慎这四个字 是在什么情形之下 神对摩西交代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分外谨慎 他前面那句话是什么 他们必惧怕你 就是说 当人家怕你的时候 或者觉得你这个时候很强的时候 就你觉得现在很顺的时候 当你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 当你觉得这样子 占了优势的时候 现在是觉得 你看我这都很好 顺风顺水 这个又什么样子 然后我现在很好 你看他们都怕我 你看他们对我都这样子 那么尊敬又这样 分外谨慎 也就告诉我们 不要得意忘形 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记 你靠的不是他们害怕你 你靠的是我 你不要忘记 所以你要分外谨慎 不要以为你势力大 你人多 你觉得你有钱 你就 就好像真的不错了 好像就可以怎样怎样 分外谨慎 所以那个诸子 自家格言 他说得意不宜再往 人在得意的时候 不宜再往 现在赢赶快 赶快赶快 这样追高 很多时候 他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得意的时候容易忽略很多事情 人家已经开始在访你了 或者事情已经转向了 因为你太得意 觉得太自满 就觉得 你看他都怕我 你看现在事这么好 分外谨慎 因为你不知道灾祸 数数的来到 毫无地道 一下子就 这我人生里面 我经历过 因为在那时候 不会谨慎 不会小心 因为大事 你看都站在我这边 人都站在我这边 你看人家都支持我 你看人家都对我这样子 你看都这边 没有分外谨慎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所以为什么在一个地方 不能太过头 太过头的时候 其实神不喜悦 这是有道理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因为人在那个时候 他会自满 不知不觉就觉得我不错 要分外谨慎 所以你说旧约是重要的 重要 因为他用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 要注意啊 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争战 他说不可与人争战 因为我们敌人不是人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这个跟我不合 那个我很讨厌 那一天刚好跟我作对 实在是 那人也是啊 第二天也是 我进到决筑的时候 让我进去的那个 是我最尊敬的一个 我说大哥哥什么的 那其实他是我上面的主任牧师 他也祷告 我也祷告 他服事 我也服事 但是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不可与他争战 为什么 我们都是主内的嘛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 你跟他争战 他说不可与他争战 那还都是外邦人 国压以东这些 他说不可与他争战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答应的 神答应的 他是神在顾念的 是神在保守 是神赐给他 是我赐给他 所以我们不能心怀不平 你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争战 要知道我们争战的是属灵界的 我们真正争战的是魔鬼 是撒旦 因为他在新世音乐里面教导我们 因为他在新世音乐里面让我们有一个笑 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有一个不相信 不信任 有一个生气 嫉妒 血气 有这种东西挑起来我们的情绪 是仇敌 是撒旦 所以不可与人争战 不要去一天到晚跟人家争战 这样就不和谐 你就失去了平安 真正打该打的 你打了魔鬼 你打了撒旦以后 他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你就得胜了 可是他这个没有 你一天到晚针对那个人 一天到晚你有沒有发现 那个会拖很久 因为人的气 人的情绪 人的不喜欢 他不会一下子就解决 心结越结越深 为什么 因为与人争战 与撒旦争战 赢了得胜 你看那个人 他还是一样那个人 可是你不会心里面 一看到他就气 一看到他就讨厌 一看到他就 你不会有这个东西 他们的地连小掌 可踏之处 我都不给你们 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 你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神吩咐摩西 叫以色列要这样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重点 你不要去碰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赐给他们为业了 我爱租款 所以当我们如果不听 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这样子 你讲哪里你讲 又不是我给 他现在对我为难 或者他现在这样 我对他 可是你要了解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得罪的是神 因为他已经说 我已经赐给他们为业了 那就是主权在我 所以我说 为什么当我们能够降服 在神的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降服神 当我们能够顺着神的话去做 其实我们才是真的降服 不然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喜好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所以如果不能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得罪神 所以他就在这里讲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们 所以你们要用钱去买 你要是不是可以 你要水那你就买 你要吃了你又买了 你不可以去夺他们的东西 不可以去抢他们的东西 不可以去霸占他们的东西 不可以用势力去弄来 你们要用钱去买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以赐福于你 其实我们看神的话 什么叫做反思 就是想想我们自己 这一段话我就看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用钱去买呢 我可以不用买 我用抢的就可以 不行 我用其他方式不行 你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赐给他们为地了 你不要用你的想法 不要用你计谋 不要用你的小聪明都不用 你反正你就是要 对不对 那你就花钱去买 我就看到人啊 这里面 我就回想我自己 我在觉处的时候很可怜 可是我出来的时候 我曾经说 我很感谢神 没有让我做一个守财奴 我没有因为 我曾经那样的苦过 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就很担心 我就很舍不得 我没有 我不会这样 因为我看这句话里面 我得到了信心 你说这话有什么信心 有 就是我们该用钱 买的时候就不要吝啬 不要舍不得 不用 圣经里面到了西约的时候 一直讲 你要慷慨 不是挥霍 它叫慷慨 都有需要的人 你要给 你要给 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里面 基督教信仰里面 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是上师家 是牺牲 祂是献上自己 你看他都是给予 我们的信仰 真正教义的核心里面 他是一个慷慨 是一个给予 是一个给的生命 他不是一直讲税吏 都是一直要收 要收 要收 要自己好 自己好 可是在圣经里面 讲到这些的时候 就是你要慷慨 要帮助 要给予 所以耶稣到世上 来看到那些贫穷的 孤儿寡母的 他特别怜悯 他们都动磁心 所以你要了解 这神的心 他不是那种狭窄 为自己好 所以他说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看到有需要的人 你要怎么样 有一个慷慨 愿意给的心 他说你们用钱 给他们来 我舍不得 你要用钱 不用我用抢的就好了 或者偷的 或者我怎样 这样得罪神 他说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在你手里 套用我自己就说 因为耶和华 我的神 在我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 已经赐福于我 我从觉处 他已经把我带出来 已经赐福于我 我那小孩住在人家家 我师母在生病 他已经后来 不需要再去化疗 不需要电疗 他已经赐福于我 我的小孩 现在不用吃人家家的东西 我的小孩 现在已经自己 成家立业 他已经赐福给我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没有觉得 为什么会觉得不够 为什么会觉得害怕 为什么会觉得担心 为什么会觉得 很舍不得给人家 然后很紧张 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到说 神已经给我们 所以为什么说 在奉献的时候 主啊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 奉献给你 是你已经先给我了 所以我才奉献一些 不是因为 这都我的 你看我都我厉害 都我贪 这我爱 我要拿出去 我刻鲁一下 我再生一个 圣经里面不是约翰 一书那里说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就是他已经 他先 主啊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拯救了 是已经他先拯救 不然我们也不会是成为基督徒 也不会信耶稣 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爱 大家都想要爱 大家都希望爱 大家都希望得到 可是你要注意哦 我就发现了 当我们说 我们的属灵的原则 我们走对了 我们不会不蒙福 因为耶和华 我的神 在我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 他已经赐福给我 所以我走在这大旷野 他都知道 什么叫做走在这个旷野 他都知道 就是说他都已经 他都已经看顾 他都已经保护我 所以我们在旷野的日子 以色列人在旷野 是因为他们不信 所以他们11天的路 走了40年 可是在他们当中 神也赐下安纯 也赐下马拿 也使他们有了牛羊 虽然都在旷野里面走 可是他们什么都有了 还可以有钱去买吃的 还可以有钱去买喝的 还可以去买粮食 他说你走这大旷野 我都知道了 我都已经看顾你 我都已经保守你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 不要不知足 不要一直都觉得自己缺乏症 没有那个自己都很可怜 然后一直活在那种贫穷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可怜 其实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 只是我们舍不得 或者我们不敢 或者我们怎样 我们一定有我们的原因 可是在信仰当中 真正的信心 我们对神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其实耶和华神 在我手里 在我人生当中 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我们办的事情上面 他都已经赐福 不然走不到今天 不然不会是现在的光景 所以我走这大旷野 我在绝处里面走大旷野 我在过去勿惠的日子 那些来来去去 跑来跑去这样子 真的都觉得好累 那些日子里面 其实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就怎样 都供应了 他也都保守了 所以我才会走到今天 所以这四十年 或者我的过去二十年 或者我过去三十年 或者我过去十五年 这些日子 耶和华我的神 常与我同在 他没有离开过我 故此因此 我义无所缺 我很喜欢这句话 所以我回想的时候 你看我以前 家境不是有钱 出来服侍了到香港 到了美国 进到决出 然后后来一直 做牧师 然后服侍 然后这薪水 每个月大概刷信用卡 一年都要欠个 五千块左右的美金 也不够用 但是一到了圣诞节 以前我们教会就 是牧师以马内 圣诞快乐 又什么生日快乐 再在那一年里面 神透过这些人 点点滴滴给了 也够了 到年底也没有说 一直累积 现在没有 那也都够了 一走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一无所缺 缺了什么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缺 因为在过去 我们觉得很可怜的日子 我们走过了 也就表示说 那些日子 神也都供应了 不然我怎么样 能走到今天呢 不然我怎么样 能够到今天 还可以这样过得去 或者说我现在很好 或者怎样 就表示说 神已经先顾念了我 神已经先供应了我 神已经先保守了我 所以因此我们 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不要觉得自己是穷的 不要不敢 为什么 这表示说 神不会喜欢这样 因为他会觉得说 那你到底是相不相信我 到底你有没有看到 我给你的呢 那你有没有看到 我怎么样带你走过的呢 你有没有看到 你是怎么过来的 你有没有看到 我是怎么样对你的 都没看到 然后一直在躲 一直在躲 你知道什么叫浪子的心 浪子的心 你现在好 我现在就需要 你现在好 我现在好 可是爸爸是说 有一天这都是你的 但我们那年少年 那时候是浪子 你没跟他一摇 既然是我的 你现在好 现在好 对吧 他要现在给我 大家可想而知 那后果是怎样 没两下就挥霍完了 不会管理钱 还要有钱 那是一个悲剧 所以因此我们就体会到 神也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在怕什么 他是我的爸爸 天上的爸爸 那我为什么要那么怕 我现在体会的是天父的心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恩宠我 他是我天上的爸爸 所以他当然会照顾我 他一定会的 我急什么 不用急 我在怕什么 不用怕 所以我就看到了 这里就想 你看你在走旷野 我就想我在走绝处的时候 神在我所行的路上 不是也都顾念了我 不管他是透过别人 来接纳我们到处到人家家 或者不管人家奉献给我 不管是人家怎样 那不是都注意神吗 如果不是神感动他们 他为什么要奉献给我 而且很多的时候 他们奉献的时候 就那么一次 那或两次 但是却在我需要的时候 那不是神是谁 所以因此当这样子 一路走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说你们40年 我们就照顾了你们40年 我都知道 那我不是已经都给你了吗 安存安存给你了 马拿马拿给你了 什么都给你了 你才能够走这么40年吗 不管你40年 你怎么走呢 早就饿死了 早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此我们常常要思想 神的恩惠 常常思想神的恩典 想到的时候 不是叫我们就吝啬小气 害怕担心 然后就恐惧 然后就一直为自己 这不是一个神喜悦的生命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信仰当中 是一个很自由自在 那当我们怕的时候 我们就不自由了 当我们在那里担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释放了 所以因此我就体会到的 当我经历圣灵更新以后 我就一直到现在 他不是只有在圣灵恩高恩高而已 他在生活中可以表现出来 看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被更新的人 这是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看我会羡慕 为什么大家看到我会 我是牧师很喜欢 为什么 你要看到我喜乐 看到我 看到我的慷慨 看得到 你们看得到的 是我的生命里面是这样 因此我就告诉大家说 这一段经文对我帮助很大 一开始他就讲 在第一章 在这里又说 你们在这里的日子已经够了 你们在跨野流浪的日子已经够了 你们漂流的生活已经够了 我喜欢 为什么 够了叫什么意思 你已经够多了 够长了 够久了 该出来了 你该往前走了 你不要一直在你的困境里面 在你的悲伤里面 不要在你那些的困境当中 够了 不要一直在那里面 出来 因为你有神 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 神带领我们是往前走 他不是往后走 因为他说不要守抚这里往后看 因为那个都充满了悲伤 因为那个都充满了痛苦 因为他都充满了伤害 那都充满了一些垃圾 不要一直往后 他说要往前 所以看到这些情况 我不晓得他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各位 对我就说 提醒我够了 够了意思就是说 我要走一个新了 又一个新的阶段 我一直要走新了 我一直要往前走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经历了绝处的时候 到我出来的时候 人家讲我 人家又说我怎样 为什么我不理他 因为有些讲 谁讲的我都不知道 讲的人 他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可能一群人 那我的一天到晚 去找他们解释 或者我根本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 我说后来 随便你们说了 你就当我死了就好了 我就往前走 后来我就体会到 我不要在西尔山 我不要一直在那里 我往前走 走到现在那些声音在哪里 那些人在哪里 离我很远 他四生四死 不知道 我是生四死的 有些他们也不知道 请问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话语里面 把我自己放在里面 又生气 又在那里血气 然后又征战 我跟谁战 人对象我都不知道是谁 谁讲我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认识有些 那怎么办 所以我不需要 所以我就当作 我不要在西尔山里面 所以我遇到一些事情 我就提醒自己说 我不要在西尔山里面 已经够了 受够了 我已经够苦了 已经够多了 我不要了 我要往前走 只有当我愿意 往前走的时候 带领我们走一条 新的路的时候 走一走走你会发现 后面的跟不上 那些声音你再也听不到 当然还会有新的声音出来 那是一样的原则 我继续往前走 他们就离我甚远 望尘莫及 所以我现在好得不得了 这是一个属灵原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想想看 其实在我们生命中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因为他在这讲了很多事情 很多神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在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叫我们不要在这些 困境的日子里面 你要记得够了 要转向 你要转向 换一个新的方向去 不要在原来的方向里面 一直在那搅扰 一直在那里 他说你要转向向北 真正迦南地在那里 不在旷野里面 今天当我们的困境 那是你的旷野 你要知道 在希尔山的日子够了 已经够了 你要转向流奶与蜜 神为你命定的地方 那是美好的地方 你只管往前跟着走 不要与人争战 可是当你在顺利的时候 你要分外谨慎 要小心 不要骄傲 也不要自满 也不要觉得自己怎样 然后你要怎样 他就告诉我们说 不要跟人家争战 纠缠 在那纠结 不要 因为以天空属灵气的争战 靠着圣灵能够得胜 才能够往前走 所以他在这讲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说 血气不要太大 情绪不要太多 因为那个都是我们的搅扰 都是我们的困境 会把我们带到 不是神要教导我们的 告诉我们的话 大部分都是因为血气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 这两个是我们自己的最大的敌人 常常坏事的 害我们自己很受苦的 人家随便讲几句 我们大概就惨了 请问那是为什么原因呢 你有没有想过 大概就是动了血气 不高兴 要不然就是怎样 一个就是情绪 很低落 很失望 很生气 所以因此他告诉我们说 你第一个你要分块钱 第二个不要与人争战 然后他就告诉 神给的 才是最好 不该是我们得的 不要去拿 不该是我们要的 不要去 我们相信 今天没有得着 神也会给我们需要 对我们好的 这才是真的信心 自己去弄来的 未必是好 就算得到了 有一天我们会因为那个事情 而后悔不已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 还要这样 要慷慨 不要跟人家计较 人家给不给我们 人家要不要怎样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自己可以去买 可以自己去用 我们可以给予 这不是让我们自己很高兴 然后让我们觉得很自由 很自在 这不是很好吗 这是很好 然后他就说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神已经先纪念你了 你有看到吗 神已经先赐福给你 你有感受到吗 你知道吗 其实神已经给你了 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乃是一无所缺 是不是差很多 主啊 我什么都没有 讲到后来都觉得一无所有 就很可怜 可是那是一个贫穷的灵 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要看到 在过去那几十年走过来 过去的年间 你是怎么走到今天 你今天不是什么都没有 在过去你吃过的东西 你喝过的东西 你用过的东西 你买过的东西 那些都不算吗 不然你怎么会买 你哪来钱啊 你怎么会买 你怎么会吃 你怎么会穿 你怎么会呢 还有小孩的 还不要说了 那你小孩 他怎么长大的 他怎么走到今天 都没穿衣服啊 那他衣服哪来的 那他都饥饿啊 那他没吃饱过啊 他没喝过水 没喝过东西啊 那都哪来的啊 那都是神已经先给我 就算你觉得你的人生在旷野中 可是主告诉你说 祂都知道 表示祂都在顾念你 祂没有撇下你 祂也没有离开你 祂都知道 然后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耶和华神常与我们同在 因此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乃是一无所缺 阿妹 有没有感觉 很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想说 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时候 那种悲情 有没有 又把我们带进了情绪的陷阱 然后我们很不高兴 为什么他那么好 为什么我都没有 把我们带进了血气里面 人生两个大敌人 一天到晚都影响着我们 那都是仇敌的轨迹 所以我们自己要分外谨慎 要小心 不要中了魔鬼的轨迹 不要与人争战 战胜仇敌 仇敌不是我们那些身边的人 不是教会的人 是与天空属灵器的争战 是撒旦 是魔鬼 跟他争战 然后我们活的时候 活得自在 自由 释放 就是很有喜乐 我们要常常转向 不要一直在那个困境里面 转向 因为在那里流浪的日子 困苦的日子 痛苦的日子 已经怎样 够了 已经够长 够多够久 已经受够了 不要再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出来 转向 继续往前走 靠着主 往前走 然后记得 神一路都与我们同在 祂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知道 这一切 我们走过的日子 都是祂在顾念 因为祂都知道 都是祂供应的 要知道 都在供应 所以我们会感恩 感谢主 何乐主 然后我们要自己告诉自己说 主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是一无所有 求主把这一无所有的 这个 要给你 斩掉 斩掉 会稍稍的 当本事也收掉 那会害死我们 会让我们觉得很可怜 会让我们觉得很不够 很害怕 很胆怯 那也就会影响到 我们对神的信心 不知不觉会变成一个不幸的人 祂是得罪神 所以我们是 一无所缺 感谢主因为我 一无所缺 怎么知道 因为神还与你同在 还有你回头看看 你走过的日子 你是怎么走到今天 感谢主 所以我们很感恩 很感恩 很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